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蜜老鼠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影片是离家出走的下半身 男主约翰是一个肥宅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着电视 他可以保持这个状态一整天 但是他的下半身却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他的下半身喜欢出去溜达,喜欢跳舞,喜欢看这美好的世界 但是约翰总是不能如他所愿 这天下半身终于忍无可忍离开了约翰的身体 当他独自走出房间,来到街上的时候 即使自己不是完整的,他也非常的开心 他可以享受走的过程,可是约翰的生活就不太好了 失去了下半身的他,总觉得生命里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 他即丽挽回下半身也无济于事 约翰找了一个心理医师来调解一下他和下半身的关系 但是下半身态度非常坚决 他早就厌见了约翰的生活态度 他要永远的离开约翰 心理医生看到他们有如此大矛盾 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共同爱好 但是下半身说,他们的爱好截然不同 不会有这一天出现的 回到家后,下半身果断的收拾自己行李 离开了约翰的家 彻底摆脱了约翰的下半身 很快就放分了自我 他每夜都会来到夜店跳舞 一天,他在夜店里遇见了他的女神安娜 安娜是一个同样喜欢跳舞的女孩 他跟下半身相谈 很快彼此间就产生了情愫 下半身就爱上了安娜 这天安娜的朋友问安娜是不是喜欢上下半身了 安娜犹豫了一下说绝对不可能 毕竟他只有下半身是不完整的 下半身听到这句话后非常难过 离开了安娜 这一幕被约翰看见了 约翰觉得他要被自己的下半身做一些什么 第二天他开始追求安娜 两个人轻轻我我的样子被下半身看见 下半身简直气得不行 就这样约翰跟安娜约会了几次后 安娜也说出自己心声 他说其实他真正喜欢的是下半身 毕竟下半身跳舞真的非常棒 约翰也说他知道安娜的心情 但是为了帮助下半身 只能演一出戏 就这样安娜总是跟约翰约会 下半身实在忍不住了 抱着行李又回来了 再次回到约翰设计上的下半身 这一次并没有以前那么不开心了 因为他每一天都可以跟女神安娜在一起了 并且他们可以做很多以前不能做的事情 就这样安娜跟约翰在一起了 约翰也变得完整 下半身永远都不会离开约翰了 好了以上便是本期的迷老鼠电影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收看哦